好喔 接下來是我的時間 然後就很感謝主辦單位邀請 然後今天可以來AI Cafe 很久了 然後來做分享 我今天講的內容是 我想要講的比較大一點的事 然後讓大家可以比較有知道 在ESG的浪潮裡面 什麼樣的參與的機會點這樣子 那我自己算是一個念數學統計出來的人 是一個資料科學家 那也算是一個連續創業者的 Trump AI 是我在創立的第二間公司 在這間公司還不到兩歲 就一歲多而已 那我用我今天新公司的名義 來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講題 就是透過資料探索挖掘 發掘綠色的新機會 Trump AI 是一間很年輕的公司 我們公司的願景是希望推廣AI技術 讓大家使用AI這件事情 像用水用電一樣的自然 那尤其是一件事情就是 把AI用在哪裡呢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用在企業ESG上面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將用水用電一樣自然的概念 讓大家都可以接觸到 然後享受AI for ESG的應用場景 我們公司的年輕 然後是有一群就是 我算是熱血的人合在一起的 然後各個對我們公司有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來找我們HR這樣 那就是HR at我們公司的 那個domain name就會找到我 那我們很榮幸 Trump AI被選入在台灣的 AI的Ecosystem Map 就是那個AI的技術的網路裡面呢 在AI開發工具裡面一環 那我們提供的方案就是 為了要讓大家使用AI 像用水用電一樣自然 所以我們開發一些軟體 或是用一些解決方案 讓大家可以很快速的 在我們提供的服務上面 把AI給實現出來 我們核心的應用場景 剛剛講的是for ESG 對我們就是希望 為什麼是從企業講呢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從企業傳統的EPS 看資本看供應鏈看經濟的面向 把它多轉換一點 回到所謂的綠色資本 綠色供應鏈綠色經濟 那我們看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今天不講太多太複雜的 太focus在ESG的議題上面 我們只講一件事情就是 我這幾年特別花了一些精力 在台灣的製造業應用場域裡面 那為什麼會製造業 大家看我的例子就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想 在製造業的應用場域裡面呢 透過數據的採集 我們可以幫製造業的現場端做模擬 基於數據的蒐集 可以做工廠的未來的生產的模擬 基於模擬可以做到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節能減碳 我們怎麼做到呢 既然你可以模擬工廠生產 你就可以模擬工廠生產合格的產品 你就可以模擬合格產品之下 最節能減碳的生產操作方式 怎麼一回事 那你要怎麼做到這件事 它需要數據跟AI演算法 那我們花很多精神在這個面向上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不管如何在工廠的環境裡面 通常都存在一些公安的風險性 所以不僅僅是工廠突然設備故障停機 不僅僅只是造成財務的損失 它很有可能造成人為的受傷 或環境的污染 那工廠一停工需要很長時間的環評 那工廠停工不是只代表工廠沒錢賺 是大家沒事做 這件事情會跟大家肚子溫飽有關係 所以在S的部分 Social的部分 如何有效的讓工廠能夠順利的運轉 其實也是至關重要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人工自衛演算法的方式 幫工廠算命 算說哪些設備可能未來會故障 提前做預警 這是一種非常好的來避免工廠 會發生公安以外的很好的做法 所以我們來做這個預防剩餘治療 做超限部署 那同樣的從供應鏈的管理上面 我們如果可以知道 客戶的訂單未來會下多少量 你工廠就不會有過多的庫存 你不會有過多的庫存 像我們最近服務的是一些金屬加工業 他們的產品是什麼 他們產品可能是很厲害的手工具 譬如說他是要做高級車子的手工具 或是很厲害的螺絲 來鎖一些昂貴的腳踏車 但是你庫存如果過多 他可能必須要把這些零件 放在他們的倉庫 倉庫如果沒有把它的零件給保養好 可能放太久就是生鏽 一生鏽產品就賣不出去 那如果我們可以提早的 製造客戶的訂單或者是全球級的一個狀況 因為各個國際情勢的一些貿易的一個議題 你應該要從哪邊工廠生產 從哪個工廠出口 他的關稅可能問題會比較容易 那這件事情也是人工智慧演算法的範疇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治理的面下 當我們工廠的同仁 製造業的同仁 能夠有效的透過數據驅動 人工智慧演算法 實現了這些應用場景的時候 其實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人被AI負能 他更有智慧 工作能力更強 一個人可以抵十個人用 那我們也知道現在未來 以我們台灣社會來說 其實是一個人口 逐漸的變少 高齡化 勞動力不足的一個場景 透過AI來幫助人工賦能 人力賦能 做更多的事情 也是一件在ESG面向上 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從這個觀點 來跟大家分享後面幾個案例 先講一個跟環境友善的案例 講完這個案例 大家可能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開始做智慧執照 這個例子是我在201617年 在政大擔任兼任助理教授的時候 帶我的學生團隊做的一個題目 這個學生團隊裡面 包含資科系的同學 還有就是新聞系的同學 我們做了一個資料新聞學的一個嘗試 螢幕上面這樣照片來自於我們的島 還蠻有細的 就是一片綠油的稻田 大家前面插了將告示牌 還有黃布條 告示牌上面寫的 這片土地農地受到重金屬銅的污染 請立即停止耕作 後續將產除並銷毀地上的作物 並給予補償 台灣像這樣插了告示牌的農地 根據環保署的統計 有5000多處 這5000多處的農地都受到重金屬的污染 它是不能再種植作物的 直到問題被改善才可以 我們會思考一個問題 因為插告示牌是很嚴肅的問題 一件事 你必須要有明確的一個列管標準 檢驗標準才可以插告示牌 對不對 但是告示牌 所以告示牌不能亂插 我們就會思考另外一件事 台灣可能很多地方有一點問題 但是告示牌還沒有插 所以我們到底我們就思考一件事 有沒有辦法用什麼樣的方式 幫台灣的農地做快篩 現在快篩的字大家都可以理解 做一個快篩不一定要非常精確 但是我們先知道哪邊可能有問題 我們在見縫插針的去做檢查 這樣可以更智慧化的做事 不要瞎忙 你知道環保署的人員 隨便到一個農地說我要給你檢驗 誰會讓你檢驗 真的沒有人讓你檢驗 然後檢驗完沒事然後又被罵 所以最好是要能夠見縫插針的方式執行事情 我們選一個地標 桃園機場 在桃園機場我們坐這個附近呢 我們整合了兩份資料 螢幕上面紅色的點 是環保署插告示牌的位置 在桃園機場以南 普新西跟新街西那兩塊 有很多地方都紅色的點點 黃色的方塊是我們透過農委會 農事所土壤生產力調查報告 轉換出來農地可能有污染的位置 黃色的方塊 我們看到第一件事 紅色的點點跟黃色的方塊 有若干程度的連結 對吧 左邊有紅色的地方就有黃色 下一件事情 在右邊南坎西的部分 紅色很少但是黃色很多 對吧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環保署相關的人員 要不要到黃色的區塊 沒有紅色的地方去看一看 我們幫台灣全部的地方 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找到900多處可能有黃色 但是沒有紅色的地方 請環保署真的去看一看 他們花了兩年的時間 真的完成的這個計畫 找到若干有農地污染的地方 但是下一件事情 我們幫台灣做完快篩之後 找到農地有污染的地方之後 我們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污染 為什麼會污染 其實第一張照片有點玄機 如果你在這張照片的稻田 在網上面看 你會看到一層鐵皮 我們發現一件事 農地受到污染某種程度 跟農地上的工廠有關係 農地上的工廠有關係 這些工廠可能各式各樣的工廠 但是通常最有關係是什麼 跟水影響灌溉用水 會需要大量工業用水的工廠有關 包含電鍍廠 皮革廠 造紙廠 輪胎廠 燃枕廠等等的工廠 會需要大量用水的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 叫做AI Dozing 智慧加藥 精準加藥 其實工廠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 會用到有很多的水 會產生廢水 但是這些廢水 其實是可以用化學的方式 去做中和的 銅離脂出來 CA 你加一點鈣 會讓它變成一個 比較中性的東西 酸鹼中和 如果它太鹼了 你把它加一點酸 酸 中和 變 PHCC7 用這種方式 只是這件事情 會需要有人告訴原本的工廠說 你要把這件事好好做 然後沒有人告訴他 我們就用AI告訴他 AI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在工廠上游 在生產什麼樣的產品的時候 它對應到的 後面的水質會如何 所以要加什麼樣的藥劑 不能加太多 要加得剛剛好 因為加得太多 原本太鹼又變太酸 反而又腐蝕了管線 所以透過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方式 可以做到精準的加藥 讓水處理事情 最多變得更好 而且呢 AI演算法還幫助我們 有效的降低藥劑的浪費 因為你就不用加太多 加太多加過頭 你要加反方向的藥劑 再把它補回來 這有點蠢 AI的好處就是 做到這件事 我們做完這個案例之後 然後發現下一個問題 就是 廢水處理其實已經是工廠 生產完最後面的那一段 對 那就有點像是 我已經把我產品出去了 我為什麼還要做那個收尾 就不太開心 所以我們在紡織業 我們想到了另外一種案例 與其解決廢水的問題 倒不如來提升它的良率 降低它的生產的廢品 你只要減少它的廢料 你提升它的良率 那這個過程中 反而就是會讓你要做廢水處理的量變少 然後工廠又更開心 對吧 這個概念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現在全球供應鏈遇到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問題 大家應該都可以知道 叫做少量多樣化 多樣的意思對於製造業來說的困難點是 它在研發實驗室裡面做出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新產品 然後再試圖在工廠裡面水平的展開 在流血線上面做擴展的生產 但是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為什麼 因為每年都要流行不一樣的產品 舉例來說 在紡織業 你知道每年流行的藍色是不一樣的藍嗎 每年流行的黑是不一樣的黑 黑還有不一樣的 比較亮的黑 比較深的黑 反光出來是什麼樣 會有點藍色的黑 對 每年流行的黑都不一樣 那製造業要面對的問題是 因為每年都不一樣 都要生產出符合世界潮流的產品 快實上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數據分析做到一個應用場景 就是整合了在紡織業的燃整廠 整合了什麼樣的布什麼樣的材質 尼容的材質 還是什麼樣的纖維的材質 配上染劑的比例跟染機台 機台裡面你要丟進去 那機台就像一個很大的洗衣機 只是它是把白色的布丟進去洗 洗成藍色的 我剛好不是把它洗乾淨 你把它洗成對的顏色 丟到這機台裡面 它的扭轉的速度應該是如何 它的水溫的溫度應該是要怎麼樣 它可能要慢慢洗 從40度C的水洗到100度 然後讓那個染色上去 那是一個化學反應 我們可以透過演算法的方式 告訴他說你要染這塊布 你要花30分鐘 還是60分鐘 你要用100度C的水溫 還是用80度C的水溫 大概用這種方式 可以有效的提升燃真場的良率 你只要一提升燃真場的良率 你就不用把這一缸 染缸 雖然它是機器 染缸布 這一缸布染得不好 染花色差色偏 重新再做一遍 你只要不要讓它重新做 你其實就可以提升它的良率 進而就是讓環境變得更友善 我就比較不需要少了一些功夫去處理廢水的問題 這是我們後來在做對環境友善的另外一層的意涵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對於電網的一個應用場景 颱風對大家應該不陌生嗎 我們在台灣 其實大概也是今年突然有颱風 前五年代也沒什麼感覺 這張氣象局有一個分析 颱風資料庫 基於大氣科學的經驗 我們把颱風來台灣的路線大概分成十類 每一類來到台灣之後 你都會記錄它在當下 停留在台灣本島多少時間 幾個小時 8個小時還是15個小時 對應到的雨量 嚇到 對 對應到的雨量 對應到最大的風速 然後還有就是哪些地方的順時的水位高地 等等的一個數據 透過這樣的數據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做一個城市韌性的一個議題 我們做停電風險預測 颱風來的時候 我以前當學生都覺得要不要去唱歌 現在還有人來唱歌 對 然後現在當老闆之後覺得要不要放假 不要 然後 對 因為也沒有在放假 因為員工都在家裡上班 所以只要有網路都可以做事 好 停電風險預測 為什麼 因為在颱風來的時候 其實電力公司會遇到像電線乾 它是木灶還是水泥灶 它在哪個地方 它容不容易被颱風給吹倒 如果是電線已經地下化 電纜地下化 它會擔心那個地方會不會因為颱風來淹水 就會造成停電 所以我們透過了颱風氣象局的資料 透過電網的基礎建設資料 透過哪些地方有電線乾 哪些地方是地下化 哪些地方是容易淹水 容易發生土石油的地方 把這樣的一個數據整理成 一個停電風險預警模型 基於這個停電風險預警模型 我們可以做一些資源配置 譬如說透過氣象預報的數據 我們可以知道 某些颱風來的時候 會對於台灣造成什麼樣的災害 以2015年的颱風 蘇迪勒不知道海的影響 造成台灣400萬戶停電 400萬戶停電 如果你可以這樣提早的預警 對於我們的城市韌性 就災害復原的能力 會好得更多 因為你可以做一些提早的資源的分排 你透過這樣的一個停電風險模型 不僅僅只是針對單一的颱風 來做一個預警的安排 你可以做模擬 你可以去模擬說台灣 如果今天有什麼樣的颱風 什麼等級的颱風 用什麼樣的路徑進來 台灣停到多久了之後 會造成什麼樣的災害 那你的基礎建設應該要怎麼做 你的資源應該要怎麼投入 像這樣的一個應用層級 既然城市級的風險預警 演算法都可以做 那在一個地方 在工廠內可不可以做 我們很榮幸跟台灣最大的 或是全球前十大的石化企業一起合作 使用我們公司的方案來降低工廠的非計畫性停級 降低公安意外 這個方案其實現在是已經是已知用火 具備商業價值的事情了 工廠的設備 重要的設備上面都會擺滿了很多感測器 基於這感測器 它會即時的量測 設備上面 在運轉過程中的 電壓 電流 溫度 設備在運轉馬達的轉動的速度 或是馬達的加速度 基於這樣的一些數據 我們可以提早的看說 生產什麼樣的產品之後 這個數據是否是代表的是 製程是正常的 如果是異常的 還沒有故障還會轉 異常就是說 它未來14天會不會故障 未來3個小時之後會不會故障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 就可以在工廠設備還沒有故障 停下來造成意外之前 就提早的去做支援配置 既然這件事情可以做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概念 有效的提升再生能源 譬如說光電或者是風機 風力發電機的一個性能的 運轉的可靠度 因為大家都會被在意說 再生能源的可靠度到底如何 像現在已經10月要11月了 東北季風即將來 台灣是一個世界著名的風場 台灣風力最強的時候 其實就冬天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但是台灣的風機遇到一個挑戰是什麼呢 夏天風很小 西南風很小幾乎沒有風 所以大家去看走西南風 你會發現風力發電機 總是有人沒有來動在夏天 因為風太小 每秒沒有超過5公尺 風速的風機基本上不太會轉 因為夏天的風很小 所以即便設備可能有開始烈化 因為溫度溫差 或者是一些轉動設備 它追風的時候 效果沒有很好的時候 它有一些設備的烈化 還不是故障的烈化 只是風很小 它看不出來 它已經表現得不好 但是一般的保修人員在那時間看不到 在夏天看不到 在秋冬的時候風很大的時候 一個壓力測試來 大風來設備就故障 然後它需要花等到兩三個月 把重要的零件 從國外買過來送過來再維修 冬天就結束 就沒有東北季風 然後那支風機就沒有賺到風力發電 我們可以透過設備預製保養的技術 在夏天風很小的時候 就提早知道設備有沒有一切異常 來做妥善的做設備保養 像這樣一個應用場景 再講個例子 淹水 大家可能有一點感覺 那暴雨 這個例子在台北市 不要問我最近個case怎麼樣 在台北市像內湖山區有氣象站 它會記錄在山上下雨的一些相關的統計數據 氣象的數據 配合在下游平地的抽水站 或是水位計的高度 可以判斷說從山區下雨水會流下來 平地當然也會下雨 山上下雨跟平地下雨的時候 水流下來 平地在下雨在山上流下來的水 會造成平地城市的水淹水的高度會是如何 你要提早預測 就可以幫助我們做到什麼事情 讓下游的水門要先打開 或者是抽水站的 抽水馬達要先啟動 因為設備打開是要時間的 你看到水淹起來再開設備 設備就被水淹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要提早做預警 我們可以透過演算法的方式 就是收集剛剛的那些氣象的數據 水位的數據 過往的數據 甚至用水文科學的模擬的數據 幫助我們可以提早至少30分鐘的時間 至少30分鐘的時間做到水位的模擬 預警高低 像以這邊的一個暴雨的案例為例 它其實是下午4點鐘下雨 但是在6點鐘的時候 水就一路直接往上跳起來 平常不下雨就平平的 直接跳起來在很短的時間內 我們可以做到在30分鐘之前 R2大概0.94的一個準確度 一個小時之前大概還是有0.9左右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能夠有效的去做一些緊急的資源的派遣 跟通知告警 既然城市級的這件事的預警 都可以做得到 我再講小一點 在工廠級 工廠級的應用場景是什麼 像這個是一個大的電廠 在工業區的電廠 工業區的電廠他們遇到了 他的客戶什麼 其他工廠在做生產的工廠 就是會使用電或使用能源的工廠 我們可以預測這一群他的客戶 就是什麼時候會插插頭 沒有啦他們其實是開設備 什麼時候會生產設備 什麼時候會生產某些產品 設備會被打開 會用多少的電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電很難儲存 能源是不好儲存的 所以上游的電廠必須要 無時無刻的先知道說 下游的使用者會用多少的電 假設他要用10G的電 10G網的電 他應該要先準備好 比如說12G網或15G的電 才可以緊急的提供下游 才不會他們要用沒有shut down 全部死光 他一定要提早知道 提早知道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還有另外一件事 你就算為了要提早知道 你要保險一點 明明會用10G 你生產了15G 另外那個5G的地方 因為電量太大了 你是存不起來的 存不起來怎麼樣就不見了 就變熱 二氧化碳就出去了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提早知道 生產會需要多少的量 發電的效能就可以緊密的控制好 整體而言其實對環境是更友善 你為什麼需要浪費5G的電 就讓跑到空氣中去 不需要 OK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麼多的案例 其實對於一個想要在場域端 對做企業ESG的人而言來說 這很好的故事沒有錯 但我們真正在意的事情是怎麼scale 怎麼scale 就是知道這個案例完 你要怎麼辦 找我們公司說我們很厲害 然後可以做很好 找我們嗎 我覺得只對一半 我們真正想的事情是 怎麼讓這件事情有效的發生 然後跟發生之後遍地開花 我們公司的人整理了一個六個階段 跟大家分享 我們把它叫做AI for ESG的推展階段 六個Face 從第一個Face先思考 透過剛剛的典範案例去思考 公司內部ESG的題目是什麼 那什麼樣的問題可以透過 因為我們擅長是演算法 AI演算法 怎麼用AI來解題 先挑要做什麼事 現今社會的AI技術 本質上是資料驅動 所以下一件事情 你要先知道大問題是什麼 怎麼用AI解 下一件事情是 你要解出來的話 必須要有data 那你data的收集的完整度如何 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不是你有什麼資料 解什麼問題 剛好相反 要這樣做才有辦法知道 你必須要把什麼樣的基礎建設做好 你才可以解決這件事 當你有了題目 你有了data之後 才來做典範案例的建立 你把這個事情也做好 做完之後要思考下一件事情 怎麼讓它有效的複製擴散 讓企業落實 以數據為系統的DNA 它的本質上是 我們認為它需要的核心的價值 就像怎麼樣 我們公司怎麼讓大家用AI技術 像用水用電一樣自然的想法 就是需要一個足夠好的工具 想問題可以brainstorming 但是你要完成典範案例 要有容易的工具 要從典範案例到擴散遍地開花 要有足夠好的建置還有管理的工具 建置容易 我覺得管理更困難 你要能夠scale 必須要能夠管理工具 像Tuki就是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讓AI能夠ESG擴散打造的平台 很有幸的在知名的矽谷的雜誌 CL Outlook 在今年度獲選亞太區最好的no code平台上 我們同時跟中國包含北京啊 深圳啊上海啊韓國啊新加坡啊 馬來西亞澳洲的國家較勁 還不錯得了Top1這樣子 它畫面大概長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像打了類固醇的ecell 你可以透過點選拖拉做資料的匯入 資料的清洗然後資料的建模 模型做完之後呢 還可以就直接上線到工作的看板 然後還可以做模型的版本管理 生命週期管理能夠很有效的 在場域端快速的被導入 而且這個使用者是誰 其實不是AI科學家 而是domain expert 你今天可能是工廠的製程工程師 設備管理師 你可能是你的HR 為什麼剛剛講 提公司的人才流失很快 所以他們使用我們的工 不是提公司 某公司 使用了像我們這樣的工具 可以有效的知道 誰即將要畢業 關心他一下 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是各行各業 產消人發財 我覺得未來都很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傳統點對點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就是我們覺得好 但是不夠有效率 為什麼 因為跨越溝通太困難了 我們覺得有效的方式 其實是平台化的方式 用點到面的方式來做解決 就是你可以有像 TronX AI不錯的AI工程師 或是公司內部 大企業內部一定有好的AI團隊 由這群人透過一個好的工具 來協助現場端 由現場端自己的設備自己解 自己的製程自己救 這種方式來做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有這種點到面的方式 可以整塊把製程的面向做完 把設備的面向做完 把供應鏈的面向做完 從面到一個量體 把整個量體的這個應用場景 給部署出來 才是一個7AL for ESG 可能好的方向 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對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啟發 然後我們的目標是因為這樣 因為地球只有一個 我們透過這樣子 我們最擅長的是AI技術 所以我們思考了 從地球只有一個 我們AI技術能夠扮演的角色 就是讓TronX AI協助大家 能夠有效的用AI技術 來實現7AL for ESG 以上謝謝大家